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聊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桩奇案 这里面涉及一笔巨额奖金24亿美元 同时有三个人物 第一个叫小卡 第二个叫老李 第三个叫老罗 因为他们都是拉丁裔 名字很长,咱们就简称 那么事情是这样 2022年去年的11月份 POWERBLE这个叫强力球 彩票销售累计的奖金达到24亿美元 抽出了一位一个中奖号码 是一个人买走的这个号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一个人独享这24亿 那么这个记录也打破了全球历史和人类历史 没有过这么高的记录 以前有过美国十几亿奖金的时候 是两三个人同时买这个号 买对了 来自田纳西州的呀 那个科鲁拉多州的 还有哪个州啊 就三个州的居民 这个巧了 都买了一号 这个号是大奖 那么就三家呢 一共来评分 那么这次呢 是一个人中了 在加州的啊 那么这24亿抽出来了 那么获奖者呢 几个月之后 就是这个小卡 拿着这个彩票呢 去领奖 他选择了一次性领取奖金的方式 那么一次性领的24亿呢 他到手的奖金是现金9.97亿啊 所以他被扣了将近14亿的费用啊 包括他们的州税啊 包括彩票中心的各种费用啊 因为这个呢 领奖有两种方式啊 一个呢 你选30年 每个月领啊 一直领30年 把这二十多亿领完可以 或者呢 我就一次性领啊 我一次性把这个这这些钱都拿走 但是就扣的很多啊 所以这是两种方式 大部分的中奖者选择了一次性领取的方式 这是美国的调查记录啊 那么这件事情 小卡拿走了将近10亿美金啊 9.97亿 那么隔时隔不久之后呢 有一个叫老李的人啊 一个叫老李的人站出来 发起了一场诉讼啊 就起诉这个小卡 另外又起诉一个叫老罗的人 这是什么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老李说 我自己才是那张彩票的真正的持有者 那张彩票是我买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跑到这彩票 往到小卡的手里面 手里面去了啊 我怀疑他们是偷了我的彩票 所以呢 这个奖金应该是我的 我要起诉他和他打官司 那怎么还有一个老罗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老罗是老李的房东兼雇主 这个老李说呢 我住在老罗他们家 同时呢 当我买完这张彩票的时候 我给老罗看过这张彩票 我也跟他讲过 我买彩票的这几个数字的背后的含义 包括我开过的汽车的牌照 我父母的纪念日 我自己的生日等等 组合成了这个powerbolt的这个数字 所以呢 老罗知道这张彩票 他也见过同时他也知道我这个数字的排列组合 这个数字最后就是几天之后 那个大奖开出的那个大奖的彩票 所以老罗一定是有作案 偷盗我这个张彩票的最大可能 所以我要起诉老罗 但是那小卡是怎么回事 我不清楚 我把他也一块起诉了 所以呢 就是这么一件事啊 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啊 有点八卦啊 就这么个事 然后呢 这个到现在吧 从去年一直 今年的三月份吧 开始这个诉讼的啊 一直到现在呢 这官司呢 也没什么进展 因为这个案子呢 总的来说 我觉得没什么这个 头绪啊 也没什么眉目 现在现实的情况是这个 老李他请的两位律师呢 已经退出了 我相信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老李起诉的这件事呢 两个律师想 看看能不能够抽点油水啊 毕竟这二十多亿美元的这个大奖的事啊 万一查出点这个眉目来 那弄点是点啊 但是他的律师呢 已经宣布退出了 那么老李呢 他的生活当中呢 是一个园艺工人 他的房东啊 就是被起诉的这个老罗 也出来证明 确实我看到了那张彩票 老李买的那张 那张彩票的号码和数字 他给我讲过 我承认有这件事情 那那个号码也确实是 最后中大奖的那张彩票 但是我没有去偷到他那张彩票 他那张彩票去哪里了 我真的不知道 他那张彩票怎么丢的 我也不清楚 我也让他去检查我的房间 证明我没有拿他的这个彩票啊 所以呢 这里面现在的线索就是老罗 老罗证明我看到那张彩票了 老李确实买了 也确实是中奖的那一张 但我也不认识小卡 我也不知道卡斯托罗是谁啊 这小卡最后领奖 这位我也不认识他 那彩票怎么跑到小卡那里去的 我也不清楚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迷案 变成了一个现实版的盗梦空间 但是这老罗说呢 这个老李呢 他是一个园艺工人 他们这些人都是拉丁裔的背景 园艺工人他打工的时候呢 可能工作的时候啊 或者说他和别的人无意当中提起过 他买过彩票啊 买什么东西的 他彩票丢了被别人偷了是有这种可能的 然后呢 那个别人跟领奖的这位小卡有关系 这小卡呢 可能就是一个带持者 他带别人去领这个彩票是有这种可能的 所以呢 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啊在这 那么大致啊 就是这么一件事啊 那么这里面呢 涉及到一个美国的powerball 这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今天啊 这个大奖呢 今天是星期五 在本周六 也就是明天晚上 他的奖金又即将突破10亿美元 你如果想按照这个领现金的方式 你就要领走 你可能你可以一次性领取将近4.5亿美元 就明天晚上9月30号啊 美东时间10点59开奖啊 有兴趣朋友 你现在赶快去买 两块钱啊 就可以买 那么powerball呢 简单说说呢 他的玩法呢 就是1到69之间 1到69之间的这个号呢 选5个组成白色的号码 就是白球啊 5个白球加一个红球 那么就是5加1的玩法 1到69 1到69之间选5个 你可以选12345啊 你也可以选什么 1202525 3647啊 52等等 你自己随便选去 1到26之间选一个号啊 组成红球 1到26之间 所以就是5加1这个特殊号码 2块钱一张啊 然后你如果能碰上这个最后开奖的 那个结果啊 10点59啊 他也是会直播啊 所以有那个球滚动下来 那么呢 你就是那个大奖啊 就是这么个玩法啊 那么这种概率呢 是非常低的啊 他的概率大概三亿多分之一的可能性啊 就是中奖 他的美国有专门的测评机构啊 去算过 那么这种中奖的概率呢 相当于你这一生被雷电击中大概500次啊 就是说你走在外面 走在荒郊野外啊 又哗被雷击着了 被闪电哗轰着了 轰多少次 轰500次左右 你才有这个概率相当于那个啊 所以你想基本没有可能啊 你就说哎呀 这辈子被雷电击上一次 你不就玩完了吗 你不就死了吗 这还积500多次啊 你才能中这大奖啊 就是这么个概率啊 所以 所以呢很不容易啊 中这大奖很不容易 但是呢 我就倒是觉得呢可以买 因为每次呢 到这个大奖的时候我会去买 我也不多 就买两块钱 买两块钱是买的什么啊 你要知道 首先呢 你要知道 你买的是一个参与做一场白日梦的资格赛 有一张门票钱嘛 你就参与了做这场白日梦的资格 那么这个白日梦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开奖那一时刻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过程呢 其实挺好玩的啊 所以我觉得呢 有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去买啊 这个东西就是一玩嘛 然后同时呢 他的这种买的方式呢 你可以用这种选养号的方式 就比如说我常年就买这一个号 这个号呢 就是比如说我的生日 我太太的生日 我们结婚纪念日 加上我女儿生日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幸运号 我就常年买这号 常年买这个 哎 有的人是这么买 还有的人是随机 瞎买都可以啊 但是中奖概率非常低啊 同时呢 据美国的统计 中奖者 中奖者呢 65%以上 最后都会破产 那就是美国统计 这些中国大奖的啊 Powerable啊 还有这个Mega 就这种啊 呃 这些重大奖的 最后呢 有65%都破产了啊 所以呢 重大奖不一定不一定啊 你真的能够改变你的生活啊 呃 还有呢 就是说 买这种彩票啊 买这个这个东西吧 呃 你要有一种呢 就是玩的心态啊 就可以 那么你像现在说的这个小卡啊 这一位小卡呢 中了这个全世界最幸运的人啊 拿了将近10亿美金现金走之后呢 在美国洛杉矶买了几套豪宅啊 然后又到欧洲准备去度假啊 然后呢 同时呢 呃 他自己啊 又交了什么新的女朋友啊 就反正有钱之后你肯定也 这个豪宅不缺啊 日子呀 什么女人也不缺 什么也不缺 但是你可能就就也 反正就看看你命吧 能不能降得住啊 咱中国人讲呢 就是你命里啊 有没有这个财能不能降得住啊 这是一个事啊 有很多人大财降不住 他来了之后他也会有问题的啊 那么我讲两个我自己的身边的啊 小故事 就是说这种啊 重大奖这种事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意外之喜 其实我觉得咱们普通人呢 也不必去在去期待那个 我中个几百万啊 上亿美元的那个大奖 也不必 那你也没那命 而且呢 我觉得每天或者说你生活当中 偶尔出现的这些小惊喜 小的意外之喜 就足够让人这个开心快乐 就可以了啊 我举一个例子 我身边有个朋友 纽约的啊 他跟我说过呢 他中过这个power bowl 他中的是4加1啊 这个东西真的是挺让人郁闷的啊 这个这个规则呢 大家我就是说你中的这个规格啊 他刚才不说的5加1的吗 你如果5加1这个号全中了 你就是投奖 就我说这现在啊 比如说10亿美元啊 明天 那么你只中了5个号 特殊号没中啊 5加0 那你的奖金呢 是100万 如果你是4加1 4个普通号都对了 特殊号也对了 4加1对了 5万 我那朋友就是4加1 郁闷了很久啊 你想4加1啊 就差一个普通号 你就是上亿美元啊 你4加1就是5万美元 5万美元当然也不少了 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 那真的是一种摧残啊 他说大概经历了一两年吧 才慢慢走出来 这个心里才走出来 我特别能理解啊 当这个大奖跟你没关系的时候呢 确实你也不会这么痛苦 但显生生的 他当然就是一份热腾腾的烤鸭啊 就比如说你这人就真的是 你真的是馋得要命 一个热腾腾的烤鸭端到你面前 让你闻了闻这个香味夸端走了 我天呐 你要不让我看见还行 你不让我文件也行 你都让我看见文件了 你就不让我张嘴咬一口 我天呐 真的会让人这发疯的 这个 当然我这比喻比人家那差远了 真的上亿美元啊 那是啊 我们那那朋友我听说 他自己说用了一两年吧 才走出来啊 拿了个4加1 你想想5加1 你说就差一个普通号 我自己中过的就是加1 就是0加1 特殊号那个4块啊 中过两次三次吧 两三次4块啊 就你两块钱买的中了4块啊 也行 所以呢 这是我身边碰到的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中大奖呢 我之前说过就 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同学的妈妈 在天津当时买彩票的时候 中过一套房子 一个独单吧 独单就是一时一厅的 他们现在来说一时一厅的 他们家当时中了个那个啊 那也是不错啊 挺幸运的 这也就是我身边啊 知道最大的中奖了 那么买彩票呢 这种白日梦呢 我觉得可以去做啊 挺好玩的 我是 我是肯定会去嘛 你比如今天星期五啊 一会晚上没事 我去买一张两块啊 明天10亿美元开奖 那么这种白日梦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第一个呢 减压啊 减少你的焦虑 第二 你的期待感会上升 愉悦的这种幻觉 会促使你身体分泌很多的健康的荷尔蒙 打击你体内的自由基 就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第三 提升大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你看啊 很多写编剧的 写剧本的呀 唱歌的呀 那帮歌手啊什么这些人为什么吸毒的多 为什么抽大麻的多 因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达到幻觉 他们出现了幻觉之后呢 就能和正常人想的东西不一样 他就能想出好多 你想不到的 所以他通过这 你看那个《武林外传》那个 那叫什么秀才啊 什么状元是秀才 我忘了啊 宁财神 宁财神 那编剧 那很有才的一个人 他最后是因为吸毒被抓的嘛 现在也没消息了 可能也是退居二线了吧 他就是说啊 大量的写作的时候 他就得通过吸食这些东西啊 提升他的大脑的活跃度啊 创造 提高创造力 但是我觉得白日梦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效果 因为他会让你有幻觉觉得 哎呀 明天我就是美国的亿万富翁了啊 还有一个呢 促进身体健康 还有呢 好处 第五好处是这种积极的信仰啊 是能够提升人的一种生活信心的 可能你啊 这个人这两天心情不好 但是你买一张两块彩票 还有三天才开奖 这三天你可能会很开心 哎呀 领导天天骂我 媳妇天天数了我 觉得我没出息没发展 你们都等着啊 三天以后 如果我中了这大奖 我会怎么怎么样 哎 他会激发你生活的信心啊 他是他能让你坚强的活下去 所以这是有好处的啊 我自己觉得生活当中的这种小惊喜 小意外就足够让人快乐 我自己是这个观点啊 因为那上亿那是实在是没啥没啥关系啊 我觉得那两块彩票就是让自己身体啊好一点 就是达到治疗的作用 对我来说啊 那么我自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我手边的这个啊 这是这个安子里啊 安子里的是英国的一个品牌的啊 一套这个一杯一碟啊 这个喝下午茶的啊 这一套里面呢 是这个四个玫瑰花啊 那么这一套东西呢 是我在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西服基地亚的一个小村 一个小村的一个当趟里面 买的这么一套啊 我当时一看 呦才15美金拿下 不能犹豫 品项也没问题啊 一点也没有磕碰啊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开裂什么的 这个这一套啊 在市场上的价格 是现在是900到1000左右美金啊 一套 900到1000美金一套 这是我15美金买的啊 所以这种就是说简陋吧 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惊喜了 哎呦这这这货 这对我来说就相当于中大奖 我觉得开心好多好好久啊 所以我觉得有这种小惊喜呀 小意外 就就可以啊 就生活当中充满了这个就是普通人啊 咱们普通人的快乐也就是这个了啊 还有一个盘子我是找不到了 还有一个盘子在 没没没没森的 我不知道放在哪个柜子里了 实在找不到 那个这楼比这个大啊 那比比这个楼还大一点啊 另外我太太也碰到过 当时呢 我们我太太刚刚怀孕啊 她回北京 回北京呢 后来再回美国来 回美国来呢 刚刚发现怀孕 当时我想哎呀 这个要不要买个公务仓啊 要不是怎么着就长途飞机行不行啊 当时我们也犹犹豫 查公务仓价格太贵了 算了没事 就就经济舱百互所谓 那谁就就就就飞就就飞得躺着 那点怕她累嘛 后来就就这么着吧 哎到机场一办手续 我太太就是普通的这个经济舱的这个座位 人家的柜台直接就把它给升级升级了 升级升级为这个公务舱了 就说咱想买买不起这么贵 那他可以给我升级了 因为呢 当时是好像是中美之间的客人比较多 然后呢 这个经济舱啊 经济舱座位不够了 他们卖超了 那么就要把经济舱一些人调到公务舱上来 那么我太当时是那个他那个会员卡金卡 就是国行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算捡了个漏啊 咱也没找人 咱也没找关系 人家人跪台 那你拿着 那你那给升的公务舱了 哎 你这白捡一张 这个 这白捡一个一个一张票啊 那时候我太 我老婆还说 哎 你看 咱这孩子是一个小幸运宝宝啊 你看来美国长途飞机 让妈妈坐公务舱 我以前从来没碰到我这种好事啊 这次碰到了 其实我觉得 生活中的这些小惊喜 小意外就足够让人快乐了 好吧 今天是美国的中秋节啊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这种小概率事件啊 降临到身上 会使人开心 哎 而且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家也是古董店啊 我们家弄着网店 我们有一个 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客户 买过我们的东西啊 一个非常有名的一线大明星啊 他参加过 比他演过的比较知名 算一线吗 应该算 那参加过比较有名的一个电视剧呢 就是真环传啊 我们都没想到啊 那是他买走了 我天 那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啊 他那保姆的那个名字和身份证号 因为在买我们这些东西呢 得通过这个国际货运啊 国际货运海关要求提供国内收收获人的这姓名和身份证号啊 后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后来哦 这原来是他们家阿姨的号身份证号 没用他本人的 我天 是他买走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啊 那也是属于一种小惊喜吧 哎呦 咱买 咱卖东西 他买回家去了 哦 我看来太喜欢这个啊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